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 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经文 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 多此鬼神 自圣世间 自言十肉的菩提路 阿难我令比丘 十五尽肉 十肉皆我神力化身 本无命根 如婆罗门帝多真师 加以沙时炒菜不生 我以大悲神力所加 因大慈悲 加名为肉 如得其味 奈何如来灭度之后 十重生肉 名为四子 主题 食肉化事 视为鬼教 萧文 五尽肉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自然死亡的 鸟类吃剩下的肉食 四子 佛地子 师宿的光德 就是不让杀生 在不断大悲肿 所谓 预知世上刀兵节 淡厅屯门夜半生 想要世界和平 就先从人类 掌养慈悲心开始吧 恭请健坤法师 慈悲开始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论言一千日 第四百日 我们要问自己每天在吃的是什么 这个标题就是我吃的是肉吗 那这个实在是非常有趣 是到底在吃的是什么 佛陀他在这个阶段 要回答安南一个问题 因为安南问了他一个 比较难解的问题 就是在佛陀在的时候 佛陀说什么 大家就依教奉行 有问题就直接找到佛 佛就带着我们修行 但是佛陀入涅槃了之后 离佛越来越远的弟子 在这个时代要修行 就每一个都说他是善之士 可是事实上有很多是假的 我们怎么分辨呢 我们怎么能够保护自己呢 所以巴南问了佛陀这个难题 在末世之中 如何修行才能够保护自己 不要让自己走错路跟错人 所以佛陀他就讲 他说你只要把握这三件事 就是最安全 叫做修行三决定意 三件事情一定会决定成功 第一个叫做戒 第二叫做定 第三叫做会 这三件事情做到 这三件事情做到就是三无漏学 就不会有漏师 也不会漏气 也不会有这些问题 那这三件事情呢 这个哪一个最重要呢 就是第一个叫做戒 什么叫做射心 那什么叫做戒 这里面呢 有四种原则 这四种原则啊 在第二个原则叫做戒杀 戒什么的杀呢 为什么要戒杀 就是要戒你的杀心 最主要呢 不要杀害一切众生 伤害一切的这个对象 不管是谁 在这个地方佛陀讲得很细 他不只是讲不要杀人 他也包括不要杀动物 然后呢 甚至于连草木都不伤害 其实就是完全的慈悲 让自己的心呢 能够远离这个杀业 你的心啊 是第一个得到大利益的 因为呢 慈悲啊 可以让自己的身心都很舒畅 只要你的心不起杀意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知道 佛陀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 直截了当的方法 那刚开始呢 一般人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佛陀要戒杀 佛陀说啊 如果你的杀心不除 纵使你的智慧 还有禅定都修得很好 如不断杀 没有这个解决杀心的这种问题啊 必若神道 那比较高级的呢 就是大利鬼 比较中党的呢 就是夜叉伟帅将军 比较下品的呢 就是在地上飞的罗刹 地形罗刹 只能在地上爬 那这个不管是什么 这些群众也很多 那这群众呢 智慧不够 他们以为他们自己也是成就无上道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有神通哦 我可以主宰人的生死哦 我也是修得无上道 这差佛 差十万八千里 因此呢 在这边啊 就在讲 佛陀讲 现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啊 真的是很混淆 他搞不清楚 那接着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要怎么远离这些杀的因缘啊 杀因就是你的心 你要让自己的心可以 一直不断的保持 不要起杀的念头 然后第二个呢 杀缘 你这让这个环境啊 还有你身边的因缘啊 都渐渐的远离 不要有这些机会 让我们可以犯罪 所以佛陀啊就讲啊 我灭度后啊 末法之中 有很多这样子的鬼神 多此鬼神 赤胜世间 什么样子的鬼神呢 这鬼啊 也是有分好鬼跟恶鬼 好鬼呢 就是福德正神 他会教你要修行 天龙护法 教你要修行 这个委托菩萨 教你要修行 这是神 但是呢 恶鬼啊 他就会告诉你怎样 他就误导你哦 他会告诉你说 食肉跟修行没关系 就是食肉得菩提路 有一种人啊 他会告诉你说 哎呀 修行啊 就是修心 不要吃素啦 因为有很多吃素的 心也很坏 这点呢 师父是很承认 因为师父吃素吃很久 心还是觉得自己的心很不好 那你没有吃肉 那难道你的心 就可以做主吗 就绝对保证吗 这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 吃肉这件事情是不是必要 他是不是等同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也许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 那个某某人呢 他也修得很好 他也没吃素啊 但是我们就可以问了 问所有的自己 所有的人 你就要问自己 你愿意做哪一个 你也可以修得很好 但是呢 如果你是非要他不可 你一定要吃肉的话呢 那你也不用找这些理由 你就说我喜欢吃就好了 但是呢 有一种鬼神啊 这是很坏 因为他自己想吃 他喜欢吃 然后呢 他要把他合理化 合理化了之后呢 就误导那些 也是一样很想吃的人 然后他要让他变成一种修行 就是修行跳过这个 吃素这件事 修很久了 没有关系 因为吃素与否跟修行没关 他只要让他合理化 那这样子他就可以很安心的在吃 吃他的肉 所以他们就会宣称怎样 食肉得菩提路 就这样 就把你气得要命 可是呢 你还是拿他没办法 因为他要把他合理化 而且呢 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为什么 因为他的群众很多啊 比诸鬼神啊 亦有屠众 这个屠众呢 每一个都说自己是无上道 还修得很好 而且呢 你看这些鬼啊 大力鬼啊 飞行夜叉啊 地形螺叉 这些都有神通 只要一修出神通啊 哎呀 我们全部输 因为我们没有神通 我们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的这件事情啊 就感觉好像呢 这吃素的啊 一定是怎样 就是因为吃素 所以你看 你都没有力气啊 那你的这个神力也不够啊 那你的修行呢 也不够 然后你脾气还是很坏啊 所以呢 这件事情啊 就造成很多的误解啊 那吃肉这件事情呢 是佛陀说 哎 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 这个人啊 一定是鬼神之类的啦 这佛陀讲的 叫我们要分清楚啊 这不是佛说的哦 因为佛陀最后有声明说 此非我的言论 这是这个鬼神的言论 那他会怎样呢 哎 他会说佛说的啊 譬如说 有人就会讲啊 你看佛陀在的时候啊 也是会让比丘 吃五净肉 这里就有一个五净肉 这在戒律里面呢 有这个词啦 那我们来看呢 佛陀他怎么解释这个五净肉 我们要先了解五净肉是什么 五净肉就是这五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个肉啊 要变成清净 就是啊 你吃的时候 你要确定 你不是眼睁睁的看他死 哎 这个老板啊 你这一只活鱼 就我要这一只 你在献宰给我看 你看到这个肉啊 这个鱼 这个鸡啊 在那边挣扎 然后你现场看到他 然后呢 哇 垂涎欲滴 这实在是太鲜美了 你非常非常残忍 再来呢 现在的也算了 你就听到 哦 在抓到隔壁 你没看到 然后就 哎 然后就有这个 被杀的这个声音啊 哎 那你还是呢 有一种兴奋感 哦 太好了 这个是 哦 我等一下就要吃的东西 你就听到呢 他的痛苦 你看到他的挣扎 你听到他的哀嚎 你还能够吃的下去 就是没有慈悲心 然后再来呢 哎 啊 我就去这个菜市场 买那个献宅宅好 已经躺在那边的 也是 就是好像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 可是呢 他是为谁而死呢 他是为消费者而死 不为我杀 我去朋友家 本来呢 这个朋友啊 他家里面呢 养了几只鸡 结果呢 哇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他很开心啊 太好了 我特别 养了一年的鸡啊 已经肥了 刚刚好 你来啊 我专程 杀鸡宅羊 来招待你 好 那一只鸡 那一只羊 他是为谁而死 为你而死 你不去 他不会死 你去了 哇 他就死了 这个叫做不为我杀 那你就是看着他 他就是为你而死的 你还吃得下去 哦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非常残忍 好 那这三种呢 就是你没有看到他 你没有听到他 也没有为了你而死 那这个就是 这个肉是 还可以啦 叫做三竞肉 可是这个三竞肉呢 其实现在没有这种三竞肉 那你如果还要再严格一点 就是五竞肉 就是再加上 两种叫做自然死亡 自死 好 或者第三个 而第五个叫做鸟残 自死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哎呀 我这个 这只狗啊 就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溜达 然后呢 就被车子撞死了 哇 自己找死的 或者是呢 哎不小心啊 就是哎 感染了这个疾病 就是口啼液 哎 死掉了 哦 这生病了 那不是 我们没有杀他 他自己生病死了 还有呢 老老老 活活活活 活到好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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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很老的牛 然后老到呢 就是变成老黄牛 然后寿命 寿终正寝 哎 自然死亡 可以 那你要洗浮嘛 哎 在路边呢 被撞死的那个 你洗浮带回去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他 哎 这个 哎 自然死亡的 哎 你也可以吃 这没有过失 因为他不是为你死的 然后呢 哎 他那个染病死的 嗯 你也可以吃 这个非常 这个洗浮 这样子的状态 你没有过失 因为你没有跟他结厄缘 他的死亡不是因为你 他有他自己的原因 好 那这是第四种 好 再来呢 剩下的 就是他已经被吃剩下的 啊 你可以去看那个鸟啊 吃完了 或者是呢 这只这个这只老虎已经把这一只 好 兔子啊 吃剩下 啊 两个眼睛 好 那掉在路上 好 然后你又可以捡起来吃 好 洗浮 啊 这叫鸟蝉 好 这五件事情啊 五镜肉啊 全部通通 啊 叫做五镜嘛 好 事实上呢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肉啊 你基本上就不是不会想吃嘛 好 哪有这种事情 好 所以呢 这这种事情啊 就是佛陀所说的 你可以吃 叫做五镜肉 吃了没有过失 叫做清镜 好 但是呢 其实真正严格来说啊 好 没有这个五镜肉 啊 因为啊 这五镜肉啊 所以叫做肉 其实是假的 这个肉是 因为当地 好 婆罗门的这个地方 就是印度那个地方 地多争施 加以沙石炒菜不生 所以呢 那佛陀说如果连草啊 菜啊都没有的地方 他就变现这些假的肉 啊 在这个好 比丘能够看得到 剪得到的地方 这是假的 因为他们没有命根 现在呢 我们这个科技很发达啊 也会做出很多植物肉 那这个植物肉就是不是肉 它是植物 它可能是蛋白质啊 是豆类啊 或者是香菇头啊 它把它做的很有那个味道 好像鱼啊 好像肉啊 那有的人呢 就说哎呀 你看有一个形状 还捏出那个鸡的形状 还捏出腿的形状 那但是至少你的意念当中知道它是假的 你知道它没有命根 那这个就是清净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灵魂死在里面 没有 就是没有命根这件事情呢 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大卑神力所加 因大慈悲假名为肉 那你吃起来好像是肉哦 辱得其味 辱得其味就是 就是要骗你的舌根啊 但是真正呢 吃素的人 其实不喜欢吃这种假肉啦 是因为它在这个印度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任何的食物 连草跟菜都没有 你看我们在台湾真的很幸福 每天都很多菜 前一阵子呢 我们去日本 当然是日本呢 就是没有办法吃素 它虽然是这样 现在还是可以找得到素食 但是它那个地方呢 就有很多的 这个不方便 因为青菜 也没有那么方便 那甚至于有很多 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地方 譬如说北极 那你这到北极去啊 真的 你都没有东西吃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佛陀就会用慈悲之力啊 把它变成一个假的样子 就有那个形状 可是其实它不是真的肉 奈何尔如来灭度之后啊 食众生肉 名为柿子 可是一般人呢 不懂啊 他就看到这个情况 他就说哦 你看佛陀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规定 大家一定要吃素 好像有的人会这样讲啊 他说这个吃素是良武帝 特别提倡的啊 佛陀并没有规定 出家人都要吃素 是这样吗 不是 在楞严经里面 就明文规定要吃素 还有楞且经也是明文规定要吃素 那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不要遵守佛陀所说的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坏事 而且有帮助我们修行 可以远离杀业 远离杀业呢 从每天的生口意 从每天要吃饭的时候 开始做起 你只要呢 少吃一餐的肉 你就放生 因为现在的方便 大家通常呢 如果有吃肉的习惯啊 一餐里面呢 就是要配菜嘛 所以呢 一口鱼 一口肉 然后呢 一口猪 一口鸡 所以呢 一餐啊 可能就会吃到至少四种动物 好 那这个四种动物呢 A就是四条命 你不要说 我只有吃他一口啊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的手指头 只有给我们咬一口啊 虽然我们不吃 可是呢 你也舍不得给别人吃啊 那 如果呢 我们这一餐 开始吃素 你就解放了四只动物的生命 那更何况呢 有的还喜欢吃 鱼卵 吃这种 这个乌鱼籽 哇 不得了 这上次啊 这去日本的时候呢 有一个居士啊 他就偷偷塞了好多的乌鱼籽 做我们的居士的那个礼物 回程的礼物 哇 整团呢 我们全部都吃素 一路吃素啊 这最后呢 就破功 就拿了这个乌鱼籽回来做礼物 那你说这个是好事吗 对一般啊 这个民间 乃至于一般俗人来讲 这就是很珍贵的礼物啊 可是呢 对我们来讲 哎呀 这个一堆的 这个乌鱼籽都是生命啊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要想 如果你一定非要吃不可呢 那 那我们要怎么吃 你非要吃吗 那你其实啊 如果来学佛你就会发现 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吃 既然没有一定要吃 为什么就不要 干脆就吃素 很多人说 我也不执着啊 我没有一定要吃肉啊 我自己的心 就是都可以 那既然都可以 那你就选择吃素 就是这样啊 因为他有帮助我们修行啊 有帮助我们起慈悲心 很多人呢 他就觉得有一点勉强 也不敢发怨 感觉呢 感觉呢 好像这一贯道哦 要起誓言 要进口 那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啊 自己的心是这样 你如果呢 愿意吃 你自己会感觉到你的身心 会有很奇妙的变化 师傅在年轻的时候呢 就吃素了 很小 大概十几岁 那大概差不多 那当然有的人更厉害 他就胎里素 这是更厉害 那我们十几岁那时候呢 哎 口腹治愈最强的时候啊 那很多人说哎呀 你这样子还在发育啊 你营养不良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吃素啊 你这样子我们出去不方便啊 那乃至于呢 哎 有时候啊 我们会想 哎 这个吃啊 好像会省掉很多的趣味 那这些趣味啊 是真的一定要吗 那如果没有一定要的话 你就吃吃看啊 结果呢 吃完了之后呢 发现 哎 身体不但没有不好 而且还越来越健康 然后再来呢 哎 你的感官变得很灵敏 甚至于呢 最明显的就是 那个狗狗啊 看到你都不会起烦恼心 也不会害怕 因为呢 在你的眼中 在他的 在你的眼中 他不是食物 他是狗狗 那其实我们一般呢 现在很多很慈悲的人啊 会养 宠物嘛 你对宠物这么爱 可是呢 哎 你对于食物就没有那么爱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表示你的心啊 不是真正的慈悲 那常常就还在这个拿捏当中 你有没有认定他是 食物还是他是动物 还是我们的好朋友 或者是呢 哎 他就是我们累生累劫的清卷呢 那你有不一样的认知啊 你就会发现 嗯 嗯 有时候真的是很不一样 心得会很不一样 所以佛陀说 你可以吃 但是你要把它当成是什么 哎 就像在吃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吃 那你吃这个肉就没有过失 因为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味道好不好 是你用什么心情来吃 那如果呢 你知道他不是真实的 啊 那你吃就没有跟他结厄缘 但是你明明知道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啊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口腹之欲 或者是因为我们要身体健康 或者是因为我们喜欢吃 啊 或者是因为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意 啊 或者是呢 啊 因为哎 我要让自己的头脑变聪明 所以吃脑补脑 那可能是种种的什么原因 好 那你就找找这些食物来吃 那就到到最后呢 就是结了一个这样子的缘 所以佛陀说呢 你如果要修慈悲心 哎 很简单 就从每天可以开始吃素 啊 来发想 啊 有的人说我要吃早栽 可是有的人早上根本都没有在吃饭 也没有吃早餐 这个也算了 但是呢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在主要的几个餐 几个餐会 尤其是在请客的时候啊 那你可以选择 你就选择素食 慢慢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这样子呢 你学法会学到很相应 很容易就会体会到佛陀所说的 什么叫做慈悲心 好 所以希望呢 大众啊 今天既然听到这里 那就是开始发心吃素的大好时机 好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说 哎 这个吃素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可以列举啦 但是呢 这些列举啊 有时候还不一定有说服力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佛陀 我们不要问别人怎么样 什么人的动机 或者是吃素的人心好不好 你只要问佛陀怎么教我是不是佛的弟子 我相不相信他 如果你相信 那么你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发心 不要再结众生肉的恶缘 好那这样子呢就是佛陀的最好的弟子 佛陀就不会掉眼泪了 好 以上呢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有没有要分享 师父 阿弥陀佛 还有云端的 高雄师兄们 阿弥陀佛 今天至关来分享 吃素后对自己身心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印象中小时候妈妈她就吃素 只是她没有要求我们要吃 只是让我们早上吃就好了 因为那时候读书啊要工作啊 嗯 吃素不是那么方便 不像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素食可以吃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强迫我们吃 让我们先随远吃 然后那时候我从小对葱蒜的气味啊 就很难去接受 这个就对我来讲都好呛底哦 然后让我很不舒服 不同的肉类也有不同的味道 它就会让我都吞不下去 所以我也不太敢吃饭 通常都是吃素菜水果 甚至没有就不用吃 然后虽然这样子啊 我也没有想要吃素耶 可是哦 到了 遇到了建卫师傅 我们在那边上课 然后他们有受 要受三规五戒 我就从那时候受了三规五戒以后 开始真正吃素 然后吃到现在 应该也有十十几年了吧 嗯 在吃素后 自己慢慢的感觉到的一些改变就是 身体不会觉得那么沉重那么笨重 然后筋骨啊也越来越柔软 以前都常常都会绕枕啊 然后都觉得肩颈都卡卡紧紧的 所以吃素以后对我身体的一个柔软度也变好 然后在尤其夏天 我们那时候的工作量很很大 然后汗流量也很多 所以常常那时候没吃素的时候 那个汗臭都很酸臭 然后就开始吃素以后 我的那种汗臭味竟然就慢慢的变淡了 就也让我感觉我身边吃肉很多的人 他们他们会让我闻到很难形容的那种杂味 然后再混合他们的体味的时候 就一直散发出那我无法接受那种气味 他们即使喷香水也没有办法去掩盖过去那种气味 那我甚至每次到那些身边的人 那种肉质吃多的人 他们身边我都会都会用憋气的比较多 然后然后那个我就会觉得 吃吃素以后 然后让那些气味我没有办法接受 让我产生一些分别跟止所的时候 起烦恼心的时候 我就会以金刚经那句 不注射身香味处法来提醒自己 然后我就觉得也对我修行也有帮助 在就是年同我第一次见面的人 不认识的人 我们也会很快产生很好的连结跟互动 还有那些 常常出门在外遇到一些 你要饲养的动物啊猫啊狗啊 他们都会跑到我身边来蹭 然后让我摸摸啊让我抱抱啊 甚至在不年前到国外去 也是有一种笑 那时候是笑 他带着狗狗出来遛狗 然后那个狗狗竟然跑到我面前 他们滚来滚去 都会修一些很让人会开心的 逗人开心的一些动作 然后他的主人就站在旁边 也只开心的笑着 看着他的狗狗在我面前做表演 所以我蛮喜欢吃素后的感觉 因为以前没有吃素 我常常对于三餐 我就觉得好厌烦哦 吃素以后自己也越来越 身体越来越轻松 然后心情也越来越亲民 这是我现在吃素后的一种感受感觉 我吃素没有什么功德可言啊 可是对我来说 至少我出门在外不用被狗追 也不会被狗咬啊 然后又跟人家能够产生很好的良好互动 在修行上面对我来说 我都身边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善知识 然后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学习 至关分享到此 公请师傅开示 很好啊 至少让自己的身心都比较舒服 那其实动物是最灵敏的 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善意 你是跟他是结一个善缘 那如果是在动物界都这么有人气 我相信一定是在人道当中也是广结善缘 非常谢谢至关很朴实很简单亲切的分享 那的确我相信很多吃素的人 他不是为了功德而吃素 只是因为就是这个身心很自然 就是吃素比较舒服 吃素是爱护动物 吃素是有环保 那吃素比较健康 是让自己的身心比较清静的一个好方法 那这样子吃素就不会有负担 那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方式 你有加分没有减分 好谢谢 阿弥陀佛知乎好 我是法格 那这段经文让我有点压抑 因为佛头说他死掉以后 有人假借他所做过或说过的话 然后来作怪 那我就想到以前有一个教授都说 他接受记者访问 结果断章取运乱七八糟的来说明这件事情 他觉得很生气 但是佛头在这边只是轻轻的带过 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文字语言有时候很难去表达 有一些修为上面的一个深浅 那在这一段有关食肉杀生的这个部分呢 让我想到的是参加一日禅的课程的部分 他是包括中午过堂的修行 那本来我吃东西很快 那对这个过堂的仪轨本来刚开始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要十存五官 然后师傅就会说前三口要 前三口饭要记得要断饿修散 然后度众生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去观想 不管是他的来历 不管是一颗米还是一根菜 他环境的条件一直到成长照顾 采收运送 清洗加工 喷煮调味分盘 然后一直到我的嘴巴来咀嚼 这个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资源 人力各种来关照他 那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福分 那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来 这个要用什么来心意来去回馈他 我觉得这一段思考的历程 在吃东西的 这才是一个圆满的吃素的一个修行 所以我决定说 能够尽量每一餐都能够吃素 当然先把压齿弄好然后紧跟着师傅 继续来修行 以上是分享奥弥陀佛 谢谢啊 这个石村五官把它记起来 每次你只要吃素的时候 你就可以就像过堂一样 就是像在寺庙吃饭一样 这个就会变成你不只是吃素的功德 你还有修行的功德 非常非常殊胜 谢谢法格的分享